今天首届一带一路科技交流大会在重庆闭幕 十年来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 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不断加强科技合作与交流 促进科技与产业的深度融合 我现在是位于重庆市的一家汽车生产企业的全球研发中心 在制动建筑里搭载了与全球多家企业所联合成立的创新中心和实验室 就比如说与英国和意大利两大技术中心达成了技术合作之后 车辆在于造型设计和动力总成等等方面 核心技术都取得了重要的进展 而随着我国一带路建设的科技创新开放合作的步伐 不断地走深走实 目前这一家车企所产的新能源车 已经走进了全球的63个市场 在今年下半年结束的2023年德国慕尼黑国际车展上 大约有40%的参展商都来自中国 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创新实力正在不断壮大 我认为Belton Road 是一种的东西 让江安再次肯定 从中国外出生 以为人们和科技 在世界中的领域 并移动更快 为我们的产品 最终的选择 最终的选择 而且我们的客户 当然 此外 中国与一带一路 共建国家 在科技创新领域的合作 也在不断加深 2015年 古巴科学院院士 陪德勒全职加入 位于四川成都的 电子科技大学 在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执教 并从事脑信息与 内脑智能研究 眼下 他又给自己设立了新目标 推动中古合作共建 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 它是制作技术学院 而治疗技术学院 但不仅仅在高级医院 是必要的 而是进行课计 而是进行课计创新领域的 而是进行课计创新领域 不仅仅在中国和 Cuba 而是进行课计创新领域的 国家 不仅仅仅在уем读市中 hrad 创新领域